这是索尼的PSVR 它值得买吗 反正我买了 下面我把购买理由和出体验 搭配开箱视频分享给各位 这是PSVR二代 之前一代是搭配PS4用的 二代只能在PS5上用 以后有可能会支持电脑PC 这个PSVR2是去年2023年年初上市的 当时价格是4499 现在是2024年的7月 我花了3100多 国行全新代发票至保一年 海外版是3000吧 二手好像2600多 这个差价我选择了个全新的 去年这货刚上市那会儿 我去索尼体验店想体验一下 结果你猜怎么着 不让体验 于是那时候我就断了这个念想 网上都说这玩意儿挺好的 但是自己不知道具体是个啥感觉 估计也有很多同学也不知道 这就是我做这个视频的意义 下面直接说我体验这个PSVR2之后的主观感受 是一种什么感觉 我先举个例子吧 我们用手柄玩赛车游戏或者拉弓射箭 是不是比电脑键盘操作体验要好一些 因为手柄是双手握持 而且有振动 还有扳机键 那个扳机键是线性的 要是PS5手柄 它还支持扳机力回馈 但是我们在家里边用手柄玩游戏 和去街机厅坐在驾驶舱里边 用方向盘玩赛车 或者拿一把光线枪 冲着大屏幕 突突突玩射击游戏 那又是一种不同的感觉 这个PSVR2就有点这个意思 就是那种出去花钱玩的感觉 不太像普通家里边该有的东西 戴上这个PSVR2的头盔 进入游戏 开始是一片漆黑 但是当屏幕亮起的那一刻 仿佛自己就在游戏之中 抬头看看蓝天 白云和阳光 转头向左看看 树林 树叶和飞鸟 再低头向下看看 哦 自己坐在船上 然后再看看自己的双手 手再动一下 然后回头再看看船尾 然后再抬头看看 哦 原来后面也有天空 从前到后 从左到右 从上到下原来我已经深处游戏之中 这就是我在玩地平线山之召唤这款游戏的第一感受 这种感觉让我想到了我去迪士尼或者环球度假区玩的那些项目 比如变形金刚火种猿争夺战或者哈利波特与禁忌之旅 坐在车上享受一段奇幻旅程 这个VR的游戏就是这种感觉 它类似360度全息成像 从视觉体验来看 我感觉比上面两个娱乐项目还要好 可惜我这个椅子它不会动 也没有震动 而且也没有真实的那种向下的俯冲感 但是PSVR它有更多的更好的那些细节体验 比如我左手从后背取弓 右手从后背取剑 然后左手在前右手拉弓 瞄准然后松开手柄的LR键 键搜一下就飞出去了 这种感觉是用普通手柄或者键盘是想象不到的 还有就是攀爬 真的是用双手去爬 那个石头就在面前太近了 你太远你抓不到那个石头 但是爬了一会儿真的挺累的 举着俩胳膊没想到这么累 我估计这时候如果有外人看我 知道的我是在玩VR游戏 不知道的还以为这人是不是有病 其实真是两个世界 一个真实的世界和一个虚拟的游戏世界 好下面我再说说PSVR这个产品的本身 各位在视频中已经看到了 一个头盔用一条线连接到PS5的USB-Sycle上 这条线很长 好像是4米8还是4米级 还有就是两个无线手把 每个手把都有PS键 同时它也是手柄开机键 手柄各有一个摇杆 但是没有十字键有分享键和Uption键 有LERRERR但是位置是分开的 有一点我要说一下 这个头盔和手把使用的塑料 我感觉不是特别好 感觉有点廉价 甚至不如Switch那个Joy-Con那个小手柄 我不知道是索尼出于成本考虑还是重量考虑 我不懂材料只是我的主观感受 这一套PSVR最贵的零件应该就是那两个镜片 实际上是OLED屏幕 单眼屏幕分辨率是2000x2004 90赫兹刷新率还是个高刷的 这个头盔里面有很多高科技在里面 我就不展开了 另外这两只手柄都支持触觉震动 而且支持扳机效果 头盔也有震动自带耳机 巴拉巴拉具体各位看参数 最后说一下PSVR值得买吗 如果单凭PSVR这点硬件 我感觉是不值3000的 但是搭配PS5和里面的VR游戏 那种体验值不值3000 那就见仁见智了 因为感受这种东西 每个人的评判标准是不一样 有人愿意花钱 有人觉得不值 PSVR甚至所有的VR设备都被称为吃灰神器 因为这不是天天玩的东西 我说体验一下过个瘾就行了 玩时间长了身体也受不了 我知道你们肯定想问会不会头晕 昨天我老婆和孩子都体验了一下这个山枝召唤 孩子特别喜欢 没觉得头晕 但是在玩GT赛车7的时候 我媳妇刚玩一会就头晕了 但是我和孩子玩没事 可能是缺少个方向盘 因为戴上头盔 两手不自觉的往前去找方向盘 下一个我估计该入手的就是方向盘了 虽然没晕 但是我感觉它和普通的游戏感觉不一样 我觉得每次玩个20分钟最好休息一下 另外PSVR对小朋友的年龄也是有明显提示的 未满12岁不能用 另外还有一个估计大家比较关心 那就是空间够不够 它是可以检测到你周围的环境的 好像是2米乘2米这个面积就够了 我这个面积可能不到2米乘2米 但是它也能过也能玩 至少说我可以坐在椅子上玩 它可以选你是站着玩还是坐着玩 好最后再总结一下 说到底值不值得买这个PSVR 如果你觉得这点钱不算啥 如果你觉得吃灰无所谓 如果你不怕VR游戏贵是可以体验的 这绝对是一种全新体验游戏的一扇门 关于PSVR开箱和初体验就分享到这里 等我多玩些游戏多体验体验再和各位分享